6顆圓球依序從手中拋向天空 搭配輕快的音樂 讓現場欣賞表演的來賓驚呼連連 來自台灣國立戲曲學院的學生 將文學作品中的詩巾大雅聲明故事 改編成東方戲曲巨人的腳印 讓人看見不同的舞台表演藝術 今年的一個主題 策展主題是想像會飛世界以你所見 那我們總是希望可以帶給我們的小朋友 最有想像力的一個作品 邁入第17屆的台北兒童藝術節 今年以想像會飛世界以你所見為策展主題 除了國內多個表演團體蓄勢待發 準備在舞台上一展身手 來自7個國家的28個藝術團隊 也將共襄盛主 不太需要跑很遠的地方 就可以在家裡附近 都可以看到很棒的一個演出 所以不管是大型的戶外演出 或是社區的小型的演出 其實我們都安排了非常多的節目給大家 2016年台北兒藝術節 將從6月5號星期日開始售票 擔心搶不到票 沒辦法帶家中寶貝進場欣賞的民眾 不用煩惱 還有16檔免費演出的各種表演 可以陪伴子女歡度暑假時光 改革大臺北書的新聞過正面子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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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